未来世界,竟然可以吃人肉 龙虾哥买了份豪华人肉卷 和大家一起看比赛 班德当场制作了爆米花 顺便用小兄弟加了点特殊销料 大伙到机器人星球送坏地 那里的居民仇恨人类 只有班德能胜任这份工作 没想到,他却被逮捕 莉拉乔装成机器人营救他 守卫对弗莱进行机器人测试 喜欢美女还是数据文件 Data File Currect 突然,无数个机器人向他们重来 原来只是集体充电 弗莱感觉到一阵尿意 一个机器人经过 看到弗莱正在漏油 他好心地拿出粘合剂 帮弗莱把洞补上 喂 喂 机器人开始怀疑 莉拉立刻解围 表示男友有功能障碍 机器人满意地离开 Achoo 莉拉一脚踢翻他 警察迅速赶来 他们躲进了电影院 在机器人眼里 人类都是可怕的怪物 大家像专老鼠一样诱补人类 班德发现一个废弃的成人书店 欣赏着书里的坏女孩 班德不想回地球 这时卫兵突然出现 为了自保 班德将朋友出卖 机器人开始审判人类 法官是台老旧的电脑 受到一半死鸡了 重启后 直接宣布他们有罪 莉拉被关进地窖 机器人长老要私下主角他们 命令班德亲自动手 但他无法向最好的朋友下手 长老们要将班德一起灭口 大伙趁机溜走 长群的机器人穷追不舍 他们飞速地跌起了罗汉 班德拿出送给他们的快递 机器人失去平衡 全部摔成了废桶烂铁 快递散落在空中 竟然是小兄弟最喜欢的罗斯帽 晚上终于不再寂寞了